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期半的并没有跟随美国股市 它反而呢 自己在收盘的时候 依然是坚强的上涨回来了0.4 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但总比呢下跌要好很多 昨天澳洲股市这样一来呢 也是打破了过去四连跌 最终是有了轻微的上涨 收盘是收在了5228点 这也是澳洲股市呢 自从跌破跌至5150点附近之后呢 再一次回到了5200点附近 但是对比一下美国从18500跌到18000 澳洲股市呢 是从5600点 现在是回到了5200点 所以跌幅的幅度比例来说 要远远大于美国 那中国方面呢 昨天就没有澳洲这么幸运了 中国的上涨指数和深层方面呢 继续保持了轻微的下跌 应该说差一点再次又跌破3000点 最终上海呢 是收在了3002点 勉强站在3000点的心理价位之上 深圳方面也是一样 是收跌0.6%以上 欧洲三个国家呢 也是有轻微下跌 但是跌幅在0.1%至0.3%左右 美国的三大指数 总体以来保持了周二的收盘价 上下都有 有的上 有的下 但是整体幅度都是比较小 另外黄金价格呢 结束了二连跌 昨天呢 有轻微的上涨 目前维持在1325左右 油价 我们要说一下油价呢 是再一次下跌3% 目前是逼近了9月1号的最低价 接着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是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 那我们知道呢 大家经常在电视媒体上面看到 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执行了新的财政计划 财政政策 或者是某个央行又实施了新的货币政策 可能大家呢 对于不熟悉金融的朋友们来说 这两个单词听上去呢 都差不多 都是和金融相关的 货币政策不就是财政政策吗 有什么区别吗 虽然说这两个政策呢 它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或者说是比较相同 就是希望呢 拉动经济 刺激消费 但是他们所采用的道路或者使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财政政策 大部分时候呢 财政政策是来自于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政府来执行的一系列的经济刺激的方案 比如说在08年中国著名的四万亿计划 再到呢 去年的比如说是这个中国执行的供给策改革 这些都是属于财政政策 就是通过国家的层面去花钱 或者说降低税率 比如说你的公司税从30%降低到29% 这一方面呢 都属于是财政的政策 就是由行政的方面 由政府方面来执行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计划 通过政府的投资 通过减少民众的这个税费 来增加人民呢 这个消费的冲动 而相反呢 在货币政策上呢 相比于由政府来执行 这个货币政策呢 通常是由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央行来执行的 那么我们最常见遇到的货币政策呢 就是比如说是加息或者降息 或者说增加保证金 减少保证金 以及呢 新增贷款或者是减少发放贷款 这些都是货币政策里面呢 经常用到的方式和方法 那么通过增加利息或者减少这个利息 加息或者降息 可以做到呢 虽然不能直接的拉动经济带动消费 但是它起到的是一个鼓励的 或者是一个不鼓励的这个间接性的作用 比如说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各国政府呢 会通过降息来降低融资成本 鼓励大家呢 把银行的钱拿出去去消费 去再去借钱 那么当物价上涨特别快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央行呢会提出政策提高利息 这样呢 鼓励大家不要去消费 把钱呢存到银行去 减少在市面上的热钱流动 所以说货币政策其核心本质呢 就是通过控制市场上的 关于货币的供求关系 供应量 来达到呢 帮助经济发展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呢 理应来说呢 是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的话呢 由于在西方国家的话呢 这个每一届政府啊 它可能执政的时间并不长久 因此财政政策呢 相对于而言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短视效应 它只会在自己的任期之内 做到四年以内能够做的事情 那么长期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是为了选票 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呢 而选择不去执行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再来今天稍微讨论一下 对于投资者来说 选择一个怎样的券商 比较合适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市场上 现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 每一个行业都有各个不同的 这个服务提供商 比如说在我们的交易 金融交易投资里面 就有无数的券商 Broker 或者叫做这个经济商 来提供不同的服务 那么对于投资者 或者说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特别是过去 我十年以来都是服务中国客户 那么很明显的是呢 在澳洲的金融行业 和中国的金融行业 有非常大的差别 中国的金融行业呢 发展极快 市场非常之广大 但是在澳洲方面呢 由于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小 而且呢 这个生活方式可能有所差别 因此在澳洲本地的时候呢 很多的金融企业 它是比较像当地人的生活一样 就像这儿的股票一样 每天的上涨 可能只有1% 2% 很少有超过5%的 更别说是涨停板 绝大部分的前100名的股票呢 基本上都是保持着稳定 以高股息来著称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是任何一家金融公司 采用的是国内的方式 比如说在短时间之内 快速扩张 然后呢 快速发展 这样往往呢 会并不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原因就是呢 在比如说在澳洲其市场呢 比中国来说 仅仅只有一个直辖市的范围 只有2000多万人口 你花了那么大的价格 价钱去开发市场 其实你的客源并没有增加 因此呢 很多时候呢 在特定的环境之下 我们选择的券商 要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呢 要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 懂得中国国情的 那么在澳洲呢 相对来说 应该选择的呢 就是适应澳洲当地情况的 有品牌信誉度的这些权商 那我本人经过十年的磨练呢 也从一开始的相对于比较激进 比较冒进 希望以高产出高回报著称 到后来呢 现在呢 甘愿或者不叫甘愿 应该说是非常坚定的认为 每天赚二十块的买赛钱 这才是我们投资的本质 或者说才是能够持久保持 一个稳定盈利的一个心态 如果你每天只想的是 今天翻倍 明天再赚百分之一百 那这样的心态呢 很容易就导致在短期内 发生巨大亏损 所以你把期望值放低 把心态放平缓 这样呢 反而容易和其身材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那么刚才说到呢 澳洲股市在昨天最低曾经到过了5150 现在呢 终于好不容易又重新返回到了5200点之上 虽然现在呢 还没有冲破本周的新高 但是呢 整体上来说 基本上是摆脱了5150的这个 担忧的困扰 所以目前呢 如果你要买入的话呢 可以考虑在5200点之上 就随时可以进场 第一目标就是周二的高点 5290点 当然了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可以根据一小时的通道线 等上了通道线之后 再去考虑买入 那么在卖出方面呢 今天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统一可以设定在5190的价格 挂点卖出 再来看一下外汇的澳元方面 那么在澳元方面呢 澳元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幅 既没有向上突破0.75 也没有继续向下创新低 那么这个呢 我说到呢 跌破0.75今天是第二天了 如果到了明天的晚上 依然没有办法爬上0.75的话 那么澳元就是在日线级别 0.75三天不上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澳元未来很有可能 将会面临更大的下跌压力 所以今天呢 总体来说 我们的挂单模式跟昨天基本相似 买入单设定在0.7515 那么如果你是保守一些的买入单 设定在一小时以上 0.7540 卖出单呢 没有差别 统一挂在0.7435 那么再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美国油 美国石油呢 目前是也是第二天跌破日线级别图 那么我们说到三天 以三天为例 如果第三个晚上依然是没有办法上去的话呢 石油将会继续下跌 或者说有很大可能会继续下跌 在目前石油走势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看呢 也整体以看跌为主 现在趋势是下跌 目前距离八月份最低价43.3毛钱 距离也不是很远 一旦这个价格再被跌破的话呢 将很有可能前往之前二次起飞的起点 大约是在41.6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呢 总体上可以考虑在除非是上 再次爬上日线级别 就是44.8毛钱之上挂单买入 而卖出单的话呢 则分为两种 激进式卖出 可以在今天的最低价 43.8挂单卖出 保守时卖出的话呢 则考虑放在更低的一个地位 大约是在43.1毛钱的价格 挂单卖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那现货黄金目前大约总体范围呢 依然是在1315 从四小时来看 大范围是1350到1304 小范围呢 则在1330至1315 上下15块钱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的今天挂单呢 依旧是放在小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就是 激进式买入再冲上了1330之上 可以在1331 32的时候 就是挂单买入 那么卖出的时候呢 则统一设置在 这个跌破的1315 也就是1314.5的情况之下 挂单卖出 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是 在白天已经发生了 澳洲的统计的失业率 是失业的人数是高于预期 导致呢 澳元曾经在短时间之内下跌30个点 之后瑞士在晚上的5点30分 瑞士央行将会发布最新瑞朗的 这个利率声明 以及瑞朗的过业利息 再到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 轮到英国央行发布了 他们英镑的过业利息 最新的利率 再往后看 到了晚上澳洲时间10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核心 和核心销售数据 以及呢 PPI和他们的制造业 这个生产数据 那么最后呢 也就是说投资者今天晚上呢 对于英镑来说 以及对于瑞士法郎相关的产品来说呢 应该比较注意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